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三集 实在太欺负人了 周姨活了二十四年 今天绝对是最梦魇 最难忘的一天 其实周家其他小辈和周姨的感觉也差不多 不敢大喘气 安安静静观看录像带 用了足足半小时来吹捧夏小兰 正面讲述 侧面烘托 从对夏小兰本人的采访 到采访安庆县一中的校长 她的班主任 她的客人老师 她的同学 还有学校的门位 如果不小心闯入镜头的那只野狗 能口吐人言 必然也会是夸赞夏小兰的话 这下子不用讲了 夏小兰怎么逆袭的 全在状元访谈里 周家的人在学习上真不是特别出众 就算小一辈里 事业干得最优秀的周成 那也是十五岁就去参军了 那也不能指望周成十五岁就念完大学对吧 刚才赶鸭子上架帮衬表姐的成敏 小姑娘今年才念高二 明年就是高考 就算在京城很好的高中上学 就算华清在京城的录取分 低于外地考生 成敏也没把握能考上华清 或者同级别的名校 而她刚才还作死地去关心夏小兰的裙子和包包 成敏预感到回家后 她妈妈绝对不会让她好过 大概的台词 成敏都能猜到 你看看别人 再看看自己 别人关注的是成绩 你的注意力却在穿衣打扮上 难怪学习成绩提不上去 天哪 周一表姐真是害死她了 小姑父顾正清家的两个孩子 顾正清对他们的教育抓得很严 两个都在念初中 一脸崇拜地看着夏小兰 好厉害啊 学霸的光环辐射面积太大 带给学渣深沉的伤害 也引来了学苏的崇拜 学苏就是位于学渣和学霸之间的过渡等级 不遇见真学霸时 他们也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 家长心中的乖孩子 外表看起来挺学霸 当然一旦和真学霸硬碰硬 学苏就会碎成渣渣 周一 那盘录像带放完了 周一的酷刑却还没受完 他听见自己向来严肃的爷爷 很认真地询问了夏小兰的学业计划 比如报了什么专业 大学毕业后打算从事什么工作 夏小兰说 自己报了华清的建筑系 工作的事没考虑过 因为本科毕业后 可能还会继续深造 趁着年轻 想多学点东西 顾正清忍不住插话 这个分数 报建筑系可惜了 当然 想学什么专业 首先要遵循你个人的意愿 人家就是想学建筑 多考的分数 放在那里浪费不行啊 不管想从事任何职业 都是值得尊重的 夏小兰哪怕大学毕业 想回去建设自己家乡 华清大学毕业 要回基层 至少是县一级的空降干部 乡里还太小了 割不下夏小兰这尊金凤凰 学建筑也没啥不好 比周姨这样 每天混日子的强多了 周老爷子看了周姨一眼 眼里的嫌弃十分明显 周姨觉得 客厅里好热好闷啊 亲爷爷好残酷 整个世界都好残酷 他再待下去就快昏厥了 只有周奶奶欲言又止的 大学四年毕业 周成刚好二十六岁 两人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要是夏小兰还想继续深造 周成得到多少岁 才能娶老婆呀 不得不说 这满屋子人 只有周奶奶最心疼 他宝贝大孙子 其他人还被夏小兰的学霸光环 记得没缓过神 从夏小兰嘴里说出来的 都是对的 知识嘛 活到老学到老的 谁会嫌弃学历高呀 夏小兰也想一次性 把自己的情况说完 只要不和周成分手 大学四年 还得在周家眼皮子下生活 他可不想自己花点钱 都要被人暗中猜测 是不是趴在周成身上吸血 周老爷子问他未来的打算 他就顺便透露了一些 说自己还干着点小生意 未来想干什么 现在还说不清楚 现在嘛 也不说啥成就 养活他自己是没问题的 一晚上 周成总算有机会 帮自己媳妇说句话了 小兰还揍着自己的生意 今天是特意坐飞机 从阳城赶过来的 趁要说起来 小兰现在比我还忙碌 前台词就是 我媳妇这么忙 在座的各位长辈 别有事没事 就找他出来溜一溜 他又不是周仪那样 游手好闲的 还有正事要忙呢 这个户妻狂魔 一整晚都寸步不离 夏小兰 只要不眼瞎的周家人 都看出来了 周成对这姑娘喜欢得紧 两人交往中 周成是更投入的那一个 光辉娥觉得心好累啊 没见面之前 她觉得是外地的农村丫头 缠着周成不放 见面了发现 农村丫头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她儿子 巴着人家不放 没见过姑娘还是咋的 周成 你能不能长点脸 周成 一点也没感受到 来自亲妈的怨念 关辉娥就算问她 她也会阵阵有词地回答 怎么不长脸了 带回来一个好看 还聪明能干的媳妇 那就是最长脸的事 当夏小兰发现时间不早了 提出告辞时 周家小一辈所有学渣和学苏们 都松了口气 周一如坐针毡地 陪了几个小时 整个人就像被泡在 酸涩的浆液中 黏乎乎地 连她的口鼻都堵住 夏小兰再不走 她就得憋死了 不知不觉 这场见面竟持续到晚上十点 明明是来陪周成父母吃饭的 却和周成的爷爷奶奶聊天比较多 还有一个后半场发力的小姑父 顾正清 让夏小兰吃惊的是 周成的妈妈从头到尾都很冷淡 和夏小兰保持了不远不近的距离 等夏小兰提出告辞时 却是光慧娥主动满流 都这么晚了 要不你今晚就在家里住下 周家小辈们目光灼灼地瞧着夏小兰 光慧娥有轻微的洁癖 主动留人在家里住 太罕见了呀 这是认可夏小兰了 不认可才比较奇怪吧 周家老两口 一个是欣赏夏小兰 一个是喜欢夏小兰 夏小兰本人也愣了愣 谢谢阿姨 我在招待所开好房间了 个人物品也放在那边 还是去招待所住吧 哪有第一次上门 就在男朋友家里留宿的 光慧娥是客气 夏小兰也知道该怎么做 周家人都热情地到门口相送 夏小兰坐在副驾驶位上 怀里抱着周家人 塞的各种见面礼 冲着周承笑 你们家人都挺好相处的呀 周承骄傲地望着自己媳妇 他家里人当然不难相处 但不代表他们眼光不高 也就是他媳妇这样的 才人见人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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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